大家好,欢迎光临大鱼食堂 今天我们来做奶黄月饼 准备5个咸鸭蛋黄 加了咸蛋黄的奶黄馅味道比较丰富 不喜欢或者没有的话也可以不加 提前预热烤箱 180摄氏度,烤10分钟 把咸蛋黄烤熟 放凉以后过筛 也可以用料理机来粉碎 接下来做奶黄馅 小锅里加入玉米淀粉,糖,奶粉 搅拌几下 倒入融化的无盐黄油和淡奶油 充分拌匀以后开小火 边加热边搅拌 直到液体煮沸变稠厚 离火 倒入咸蛋黄融 用刮刀彻底拌匀 放凉备用 再来做饼皮 碗里加入软化的无盐黄油 淡奶油 全蛋液 糖粉和奶粉 把这几样混合均匀以后 倒入低筋面粉 用刮刀翻拌均匀即可 不需要揉面 有没有发现这个面团很像饼干面团 把面团滚成长条以后分成十份 每份的重量是23克 搓成小球 奶黄线 奶黄线也分成十等份 每份在22克左右 同样搓圆 如果你觉得线太软 不好包 可以把它放在冰箱冷冻20分钟 包的时候把皮按扁 放入一颗线 这个皮没有任何的韧性 非常容易裂 用大拇指轻轻地往上推 让皮跟线紧密结合 再搓搓圆 让表面光滑 裹上薄薄的一层干面粉 搓长一点 放进50克的月饼模具 在桌上压出形状就好了 全部做好以后 预热烤箱 220摄氏度 在月饼表面的花纹上 刷一层薄薄的蛋黄液 放在烤箱中层 220摄氏度 或者华氏430度 烤8分钟 烤完直接吃 外层像香酥的饼干 里面是负有层次的奶黄线 密封放置一到两天 表皮会回软一点 最后祝大家中秋愉快 和家幸福 感谢收看 我是大鱼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